为什么对舞动路透 终对杨阳感到惊讶 明明是你和血里过来的 感觉杨阳前八年拍过的证据和电影都被忽视了 看到她在张力新剧里打戏让很多人惊讶 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难道她的宣传工作 差到连过去的演艺路线都没人知道 在她还没走红的那些年底 就拍过四部证据 其中一部红楼一部民国两部抗战戏 演过三部电影都和抗战有关 角色从反派军阀到底层人民到民国少爷 杨阳拍过的证据和电影 你从来不缺泥巴和血浆 现在有的风气 只因为没红就抹杀一个演员七八年 来默默演戏的经历 从媒体到某些团队真的挺畸形的 张口就是你以前都是高冷的角色男神 哪怕她走红之后 也演过很接地气的角色 都在偏见和不专业的文案态度中被抹杀了 看过她那些年里演过的这些角色 就会知道她走得最久最坚定的一直是演员 而非偶像路线 一 饮食男女和龟亚蕾 曾将合作的电影 在里面演男主的少年时期 她得到过一个业内评价 情感深度和爆发力的潜力很大 二战争不相信眼泪 李演一个长征女兵队里的男通训兵 最后牺牲真正的深山老林 爆炸 烈日曝晒 一度摔烂脚踝 三 五 建造又名终极征服 从民国的江湖少侠到抗日战时 打戏很多 打到双臂全清 四十度高温天气 每天带病打上十几个小时 导演和居足日常对话 杨杨还活着吗 四 暴走神探用错误方式 救国图存的反害军官 这些作品中的打戏都是她自己完成的 受伤是家常便饭 她的打戏也确实挺厉害的 http-ww w2.sinamg.cn-mw690731b4065gwef9cbyd4gwg20c806wqv7gif5 这种话风对她不是习以为常吗 原文出处 https-www.douban.com-group-topic-93377503 如有侵权 请联系 Q printed sf As-取吧 为亚 零